也有人呢他背后说风凉话 这梅兰芳啊他十年不上台也没关系 人家有的是金山银山不用唱戏 人家也够吃够喝的 不行啊我们一天不登台 这全家老小啊就得冬天的蝎子 饿遮 其实啊说这话的人呢都是心夹在了嘎吱窝里 您各位好我是昆仑刘石 在北京西山的东路香山脚下 有一座小山啊叫万花山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就常年在这里 这里是梅的家族墓地 一共有十七亩之多 是早些年啊梅先生在这撕构的土地 提到梅兰芳院长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 实际上并不仅仅于此 梅先生对整个舞台戏剧的发展 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杰出的贡献 世界戏剧的三大表演体系啊 首先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 他的理论啊主要就是呢要释放天性 还有呢就是布莱西特的表演体系 他主张啊这个演员也要高于角色 要能驾驭角色 这第三种就是梅体系了 也就是梅兰芳先生创造的表演体系 梅先生的理论认为啊 这表演啊它是立体的要和这个音乐啊形体相结合 城市化的表现方式呢往往更有带动性 哎您看吧前两个表演体系啊他可能有点不好懂 这厚一点呢就很好理解了 现在的一些啊自媒体人呢完全可以多借用一下 好的BGM啊和现场解说能给您的视频呢增色不少 对吧这些呀我还真不是看书死机硬背的 早年呢喜欢一部电影 就是那香港那谁谁谁拍的那个 然后里边提到了一本书叫演员的自我修养 这本书啊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的 然后我对这电影感兴趣呢就找来这本书看看 一看呢哟感觉这梅兰芳先生啊这么牛呢 他的表演体系啊在世界学术界那是自成一派呀 您到梅兰芳先生的墓园一看呢 您就能感觉到人家家人呢在这座墓园的设计上啊 是用了心思的整座墓园呢都是以梅花装饰为主 无论是永禄还是月台乃至四边围栏的小装饰 都是梅花的图案 梅兰芳先生在黎元行是出了名的讲义体 并且呢也是一位有家国情仇恩怨分明的艺术家 大家都知道啊这梅先生啊是一位蛋卷演员 演的是女性的角色所以呢是不可能留胡子的 但是啊在抗日战争期间梅先生呢却出人意料的留起了胡须 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梅先生拒绝给侵略者上台表演 宁可自己多年没有收入也不向侵略者低头 您瞧啊这份民族大义啊普通义人他很难有 也有人呢他背后说风凉话 这梅兰芳啊他十年不上台也没关系 人家有的是金山银山不用唱戏 人家也够吃够喝的 不行啊我们一天不登台 这全家老小啊就得冬天的蝎子恶遮 其实啊说这话的人呢都是心夹在了嘎吊窝里 这梅先生啊平时可是没少帮助演艺界的同行 咱们远了不说咱们就说近的吧 离这儿啊不到五十米 这小山坡上头就一座墓地 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的墓地 这马先生啊在十年浩劫当中被迫害致死 是人家梅的呀用自己的一块私宅 在这儿呢给马先生换了一块墓地 就这样马先生才能按照自己回族的民族礼节入土为安 每当啊有演艺界的人士啊 告邦到梅府上啊梅兰芳先生接待以后啊 都是亲切的送到门口 然后是握手告别 有人就纳闷了 这梅先生不能挥手告别吗 干嘛还都得一一握手啊 实际上啊梅兰芳院长啊 是给每个朋友手里暗暗的塞钱 如果明着面给呢这朋友脸上啊可能过不去 这样呢既帮助了朋友又给人留了面子 您瞧瞧这梅先生还真是个心思细腻的人 在这座墓园啊还安葬着梅宝九和梅宝月两位先生 梅宝月先生呢是著名的女老生 我也是啊只在电视里看见过摊的艺术 梅宝九先生的现场演出啊 我是看过多次了 和梅院长一样啊 这宝九先生也是头离满天下呀 有一次啊在某高速服务区啊 我和这老先生见着了 老先生也是因为这长途坐车下来休息 明儿俩啊聊了半天 老先生一点架子都没有 真是一位平衣近人的老艺术家 这么大的一位表演艺术家 跟我们一个普通的戏迷啊 说话的时候啊 都是您好您慢走再见 您瞧了吗 这就是人家老艺术家活出来的理儿 您要是来香山呢 走沃浮寺西街 您也可以上来拜夜一下梅先生 不送别的啊 您不爱听京剧 就送梅先生这份人品 这份民族气节 拜夜一下也是应该的 您说是不是 得嘞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咱们回头见